最近正值火龙果的产季 为了行销在地水果 外谱区公所是结合餐厅业者与社区妈妈 将火龙果结合西式做法入菜 搭配在地酒庄的红酒与蜂蜜 推出八道特色料理 另外沙路也有农场是把火龙果的花心 枝条以及花蕊 透过汆烫凉拌的方式 做出一道道美味又富有创意的料理 让火龙果的使用价值在向上提升 把酱料淋在烹煮完的火龙果花上 就可以准备出菜了 餐厅业者这次把外谱的火龙果 红酒与蜂蜜等食材 结合西式还有越南菜的方式 推出八道特色餐点 用创意好滋味行销在地特产 以红龙果、红酒、蜂蜜、芋头、小麦跟稻米 这六大元气农特产品 当作我们这一次料理发表会的一个主轴 把在地酒庄用黑厚葡萄酿出的红酒 拿来炖猪肉 再用火龙果肉交错摆盘 另外这道则是以越南粉皮 包覆鲜虾与火龙果肉 淋上沙沙酱做出的红龙薄沙水姑娘 每一道都色香味十足 黑厚红酒育枕猪 然后这道菜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是运用到当地的红酒菜去做料理 那我们在红酒的料理过程中在摆盘上面 我们特别称调的水果 那红酒搭配水果再加上我们的肉类 来呈现这道美食 除了结合西式风格 还有业者把火龙果花勿尽其用 把花剖开花心汆烫调味后 做成像面线一样的菜肴 而花瓣则能够搭配枸杞做成甜汤 另外外观凶猛长刺的枝条 在销去煎刺与汆烫后 口感吃起来居然与海带相似 让现场民众的事嘖嘖称奇 花朵的比较根部 那个花托的根部 那今天料理是把它煮成稀饭 那口感有一点像那个吃竹笋 然后带一点脆脆的 有一点滑溜的感觉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所谓的农业废弃物的利用 介绍给大家 希望借助这样的机会 让大家更认识活龙果的这一个作物 外沿的有刺的地方把它修掉 跟那个枝条里面那个骨架 把它修掉 修掉以后再烫过以后 再把它切细 吃起来很像那个海带一样 非常的好吃 当地种植无毒火龙果的农民 陈志皇表示 每次输果实都会丢弃许多果实 花与枝条相当可惜 所以请业者协助想出创业食谱 希望透过持续推广 让这些特殊食材都能够被珍惜 成为桌上佳肴 也提升火龙果的实用价值 谢谢林轩拍公策部档